而强震也冲击到五月份土耳其的总统大雪 土耳其的反对党就批评总统埃尔段有两大罪状 没有严格执行建筑法规 也滥用1999年大地震之后征收的巨额地震税 现在也是金流不明 一场强震毁掉土耳其和叙利亚上万栋建筑 就连有上百年历史的东正教老教堂 都无能倖免剩下断圆残壁 在散落石块中依稀可见古老壁画 同样受损严重的还有叙利亚知名阿勒波古堡 这座城堡原本就饱受内战蹂躏 现在则是直接垮塌需要重建 幸好地震当下土耳其一间医院结构够稳 两名护士不止没被吓跑 还冲到放置婴儿保温箱的房间护住宝宝 地震后土耳其人有力出力 甚至专程前来灾区坐沙威马给民众吃 这场地震也给了土耳其和希腊一次破冰机会 礼拜天希腊外长专程到访 他和土耳其外长一起搭乘直升机勘灾 沉怒会尽最大努力援助土耳其 除了希腊昔日与土耳其交恶的 亚美尼亚更是睽違35年首次开放乡林边界运送物资 为了让灾民有更好的栖身之所 卡达宣布将运送一万间 氏族赛期间使用的货柜屋 帮灾民这风避雨 至于上礼拜死灰复燃的土耳其 东南部伊斯肯德龙港 尽管火势终于获得控制 但还有货柜冒出白烟 土耳其报道这座港口的损失 相当2020年黎巴嫩被鲁特大爆炸 预期保险索赔将上看数亿美元 相比土耳其 叙利亚的情况更加凄惨 灾区现场主要人是白亏部队 在协助开挖 一些叙利亚人苦等不到救援 感觉失去希望 联合国人道事务与紧急援助副秘书长 葛瑞菲斯坦诚物资确实难以运送 周末期间 市委秘书长谭德塞挺进阿勒波 了解灾情 但他担心不久后还会爆发疾病 叙利亚总统阿赛德则是 趁势怪罪西方 华府智库专家分析 阿赛德明显想借油 救灾松动国际制裁 但地震以来 真正刁难物资运送的人 就是他 美国方面已备好大批援助物资要送往土恤两国 托尔奇忙着安置灾民的同时也要来追究建商责任 周末期间就陆续有承包商现身机场想溜知大吉 幸好被紧急拦截 托奇当局表示目前已将130多人列为嫌疑人 到底谁才是豆腐渣工程真正罪魁祸首 或许都要来调查日清 美新闻综合不到 而这次地震震出了很多有问题的建筑 重灾区加济安太普 整个省只有11%的建筑物能够耐强震 而TVBS记者陈相鲁徐猛杰 他们也位在灾区前线的阿德亚曼省 也是一样的情况 好的各位观众 目前我所在的地方呢 是在土耳其的地震重灾区阿德亚曼 根据土耳其灾害与应急管理局的初步统计 目前已经有超过了11000栋的建筑物倒塌 而且你知道吗 整个土耳其96%的国土面积都位在于地震带上 更恐怖的是它平均1.1年 就会有一次致命性的地震灾害 好那说了这么多 主要的是那你的所有的房屋建筑结构 应该都要非常的耐震才对 但是呢当地的土耳其居民告诉我们 其实并不然 这个房屋呢是灾民从废墟当中呢 强拉出来的 为什么因为这是小孩的最爱 其实早在1999年的时候呢 土耳其当地政府就已经有明令规定了 有关于建筑物的抗震系数 但很可惜呢落实的并不好 包括了本应该最安全的学校医院的话呢 其实在这一次地震当中也损伤非常的严重 讽刺的是土耳其有关的政府单位 建筑物导师非常牢固 在重灾区到处都可以看到成片成片的建筑物倒塌 他们正日以继夜的在清除建筑垃圾 以及呢把废墟给清除干净 地震第八天 现在的重点呢 已经不在于抢救生命 而是帮助土耳其人 尽速恢复到地震前的生活 好的消息 目前我们在阿德亚曼的最新情况 镜头交换棚 而这一次地震伤亡惨重 也看得出来土耳其的建物安全堪忧 不过地震之前 土耳其的房地产 却是因为乌俄战争炙手可热 更多的分析交给资深记者张允熙 好 土耳其强证至今已经满一周了 根据各方的说法 像是彭博社就认为说 救灾会耗损土耳其5.5%的GDP 而美国地址调查所则认为呢 土耳其的经济损失啊 上看10亿美元 事实上在这地震之前呢 土耳其就饱受通膨货币贬值 还有高房价的困扰 而在地震发生之后呢 外界认为对于当地的经济 无疑是雪上加霜了 特别要来讨论的是土耳其的房价 因为2022年土耳其的平均房价 较乌俄开战之前呢 已经翻了将近一倍了 其中伊斯坦堡更是涨了106% 跟大家举例 2022年土耳其的平均房价 大概是256万台币 而在早一年2021的时候呢 其实平均房价才120万台币而已 可见这个涨幅是相当惊人的 为什么会涨哦 主要呢 还是因为土耳其有一个黄金护照 或黄金签证的计划 简单来说 如果你在土耳其买25万美元 和台币大概756万台币的房子 就能够获得土耳其的国籍 拿到护照 或者是呢 你存50万美元和台币 大概1500万左右 你同样是能够获得土耳其的国籍的 因此吸引了包括俄罗斯 还有乌克兰的民众呢 为了要躲避战火 选择土耳其来做投资移民 波沃战争是不是来到决定性的瞬间 国际间的最新消息 北约的秘书长史托腾伯格 稍早明确表示 俄罗斯把大量的兵力调到战场上 北约认定俄军的新一波攻势已经展开了 但北约的成员国到底会不会援助乌克兰先进战机呢 明天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会议 他们会进行讨论 但他们写了一个弹书 即使各国提供战机 也不代表北约残战 空旷战场上不断冒出炮弹火光 拉近一看 发现有俄军正在四处逃窜 俄军机械化部队在布列达尔伤亡惨重 英国情资认为 这是俄军开展来最惨的一次战役 不过帮俄军打仗的瓦格纳佣兵团 高调宣布 他们已拿下巴赫姆特北边的卡拉斯纳霍拉村 包括卡拉斯纳霍拉村 巴赫姆特北边的公路几乎被瓦格纳拿下 南边也岌岌可危 CNN报道瓦格纳就是利用人海战术 让囚犯不要命的当炮灰 先耗弱乌军战力 再派精锐部队接手攻击 现在也传出俄军在科尔米纳防线 找到破口进攻 战况出现进展 俄罗斯双管齐下 又说他们准备好 在无条件状况下重启谈判 不过另外一方面 俄罗斯又在摩尔多瓦上空射飞弹 甚至筹划在摩尔多瓦发动政变 让新政权能加入他们的联盟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虽然目前俄罗斯的立场 看来有所松动 有意愿上谈判桌 不过这让强力介入 乌俄战争的美国 是不是陷入了骑虎南下的境地 更多的分析继续交给允熙 好 乌俄战争打到现在 已经要满周年了 有没有可能终结呢 事实上有美国的智库 兰德公司他们提出了 包括俄罗斯可能会使用核武 俄罗斯可能跟北约冲突 乌克兰可能会收复尸土 或者是久战不下 又或者是战争 可能以什么样的形式来终止 引发了热烈讨论 其中有两点 第一个是这家智库认为说 乌克兰希望能够收复乌东 还有克里米亚 这些被俄罗斯占领的地方 而俄罗斯希望能攻入基辅 这两个目前看来都是不大可能的 而且西方国家包括了美国跟欧盟 都觉得说战争再打下去 不符合他们的利益了 包括美国人就认为说 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 对乌克兰的贡献已经够多了 另一方面俄罗斯的军事实力 透过乌俄战争是在削弱当中的 现在外界担心说 他有没有可能选择把战事升级 选择攻击北约或者是使用核武 而即使战事没有升级 智库也认为说 事实上俄军在这个战争之后 他们可能要花数十年的时间 才能来恢复军事力量 另外一个是外界认为说 事实上这个战争 西方国家是不断的花钱 来帮助乌克兰 而俄罗斯是不断的 接下来要靠跟中国大陆的贸易 来持续生存下去 所以最终也许得利的 就是中国大陆而已 而近期中国大陆的间谍气球事件 让美中的摩擦再添一桩 这两天美军在阿拉斯加 以及加拿大上空击落了飞行物 但是美军说是跟失前 南卡击落的间谍气球 不是非常相似 出动F-16战机 击落不明飞行物 飞越美国上空的神秘气球事件 显然让美中已经恶化的关系更紧绷 越来越多新技术 包括高空气球和一些无人机 已经可以进入近太空大气层 这个人类最不了解的一层大气 但中国大陆早已下令研究 大陆积极发展 而在这一个月内 已经发生四起不明飞行物 闯入美加边界 一月底一枚巨大中国大陆气球 在美国上空飘数天 2月4号在南卡沿岸外海遭击落 然而美国战机 10号在阿拉斯加北部附近 击落另一个飞行物 接着11号在加拿大玉空地区上空 12号则在美加边境修轮湖 分别击落疑似气球的物体 美国参议院领袖舒默 接受节目专访时指出 在阿拉斯加和玉空的飞行物 就是气球 但美国空军将领 则针对第四个物体 不排除有其他解释 加拿大防长也召开记者会 探讨不明飞行物 从形状到大小 美加两国众说分云 拨连续三天的不明飞行物 引发北美空中防卫的高度警戒 关于气球一切疑点重重 不过大陆坚称是民用性质 用来进行气象研究 但美国评估 它恐怕有监视军事能力的风险 也可能是在传递政治讯号 就在美国接连发现气球入侵 风波还没平息 现在大陆也表示 山东省日照市外海 发现不明飞行物 下令立刻击落 气球事件让美国警觉 国安防卫有漏洞 而大陆实力究竟在哪 依旧让人物理看花 可以确定的是 美中新一轮较量不是太空 也不在地面 而是一场平流层之争 TVS新闻综合报道 而击落间谍气球的事件 也让美中的军事热线卡关 美国的防长奥斯汀 想要跟大陆的防长 魏凤和电话会谈 却被拒绝 更多讯息交给允熙 美中目前讨论最热的 就是这个疑似间谍气球了 2月4号的时候 美国是以战机击落了气球 接着美国的国防部 希望透过两国的军事热线 来跟中方沟通 是遭到中方拒绝的 而中国大陆国防部 是表示说 美国没有营造适当的气氛 而且这样的行为 是严重违反国际规范的 美联社现在甚至担心说 美中情势目前是跟当年 美苏冷战相比更加危险的 因为两国的将领没有办法迅速的 厘清事实 美方也担心说 两国的误会 甚至是错误的报道 会让小冲突变成更大幅度的敌对 而比较亲中方这边的态度 是认为说 事实上大陆已经说了 这就是个科研气球 对美国其实是没有实质危险的 而2017年以来 其实美方有侦查到 5次类似的气球 但这是首次选择以战机来击落 中国大陆这一次 科研气球或者是间谍气球案 可能是卷入了美方 鸽派跟鹰派的冲突 因为鸽派认为美中应该要对话 也促成了布林肯访华 但鹰派选择的是 不避讳的炒作武统 因此透过这一次 一次间谍气球的案 布林肯也没有访华了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T频道